今天是我們OTGP年度封關站的總決賽的第一天 可是呢其實我現在有點不耐煩 因為我今天等我的助理主持人等了好一陣子 來了來了 聽說你跑去剪頭髮幹嘛 有剪耶 屏東剪的 有不一樣嗎 完全沒有啊 所以我就白白等你來 不要這樣子啦 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這個總決賽的第一天 其實大家現在眼望去啊 馬上就要進行測試了 那我們這個賽道上都已經沒有人 大家都收起了昨天嘻嘻哈哈的這個氣氛氛圍 那我們沿路這樣走看完 真的幾家歡樂幾家醜 因為馬上要進行測試了 有些人的冰霧槍還在地上 有些人的check燈還是亮著 有些人的屏幕還駕刀膏 輪胎還磨著寶桿 大家都在緊急的排出狀況 當然有些人他的車輛順利 現在已經悠哉的在培養這個 下場做測試的情緒 那我們今天車輛數也達到了 真先賽就有120台 所以今天這次的現場的氣氛喔 真的非常有比賽的感覺 這個11月要尾聲了喔 已經正式進入冬天了 那大澎湖灣其實有些人也批起了長袖 那這個賽道的這個溫度跟地面的溫度 還有濕度喔 都大概是一年當中最適合做出這個漂亮單圈的喔 所以大家都準備好了最強的輪胎 替今年來做一個最漂亮的收尾 拿出最好的成績 所以呢相信我們的決賽一定會非常的精彩喔 現在我們要來訪問側破車隊的李仁泉 這一次呢我們的蛙王對抗為什麼只剩下蛙跟牛 他變成牛蛙 牛蛙對抗 那馬勒 蛤 蛤 這是馬嗎 有馬的 有 欸 你是在講三話嗎 有馬的 那個賽車場是有馬的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這個來訪問到李仁泉 那 王上人你等一下你正經 欸欸欸 那我們知道阿前那個 好亮 賽前有這個一直有狀況發生 那你跟我們講一樣 你這比大姐大概遇到了哪些主發狀況在排除呢 啊這一次的比賽床練習 就發生了傳動軸斷掉 然後把右後輪的那個輪圈掃過 傳動軸把輪圈掃過了 對 然後隔天換右前輪的那一側才淹破 都是右側 對然後現在要亮引擎燈 所以我不知道 這一次的測試應該是 不過現在還好 現在有抓到慢慢把一些問題給解決了啦 那只有只剩下說引擎的部分 一直亮著一個引擎燈 還沒有辦法完全 不過車子開起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先把它刻在旁邊 其實開這個保持街廠車是相當的耗錢的 我們剛剛聽到它全講 它右側兩輪破掉 儘管沒開幾圈 這個破掉一輪 再前面損壞一輪 這就是一組開就沒人 那這個挖的一組開 基本都是十萬塊西票 沒錯 然後所以它損失了一組 再開一組 它這個禮拜的花費就是 從二十萬是最基本消費 我準備了三套新牌 對 所以開挖真的是要有實力 還要有一點錢 好 那最後我們預祝阿全在我們年度 最終這樣可以獲得好的成績喔 加油 現在在我身邊的是我們台灣奧迪的大使李永德 你好 大家好 那那個 友德哥請問你覺得 這個R8的同歸賽進來台灣 能夠對我們台灣的賽事 有什麼樣的一個幫助呢 我想會是在台灣賽車史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因為第一 我們會藉由奧迪的賽事 把台灣的賽車介紹到全世界 那也會有讓 吸引到未來會更多世界的好手來台灣比賽 那台灣的車手們呢 或者台灣的觀眾也有機會 跟國際的車手一起比賽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樣是會一個很重要的一場比賽 在台灣 好的 我們謝謝楊貝 我們呢其實找了好久才找到那個巴西叔叔 他不見了兩天 然後據說呢 他剛從澳門回來 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我們要來聽聽巴西叔叔怎麼說嗎 嗨 大家好 那我上禮拜才剛從澳門回來 那在澳門 在台灣賽有還滿不錯的一個表現的一個成績 但是很不幸的在普京灣的時候發生了這個意外 那還好還 車子還能完賽 那 這是一個很 在我的人生當中 是一個很 不一樣的一個體驗 所以我們一直跟他講前一晚不要 澳門這個 五花十色的這樣子 繽紛的一個夜生活 我真的不要 不要 不要什麼 不要 你後面感覺有自然 不要讓自己補千萬煞車的時候腳軟 對 對 因為我在澳門的時候每天都很早起 然後先去走賽 大家走了兩三圈 所以可能在 那我就覺得這個化妝的後面 他們兩個對話有點怪怪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不認識的故事 真的 我們就不要再了解了 他現在車子在後面整個頂高是彎的狀況 那現在後面頂高是因為 後面的這個差速器已經 產生毀損的狀況 那剛剛緊急 在跟豐哥借了一個 MSD 現在正在做更換 那來得及嗎 嗯 現在在趕工 那希望來得及四點的這個測試賽 對 好 那我們台灣最強的巴西叔叔 這個 一定可以排除狀況 如果他沒有排除狀況 那最強可能是我 哈哈 沒有啦 沒事 然後我們那個 祝白叔叔 這禮拜的賽事順利圓滿 得冠軍 謝謝 哈囉 我身邊的是我們兩位美女車手 小蘭跟小小 好 然後他們剛從大陸比賽回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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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近的排檔比較容易打錯檔 然後也可以幫我們西美的也有一定大的意大多人做事 那這個小喬這一次喔 昨天我知道他昨天的秒數是大概兩分九 一天一上場崩潰是兩分六 那大概是怎樣的成績能夠發出這樣的狀況 今天 昨天有點中暑 回去刮完沙之後呢 休息比較完全 所以外加今天大太陽心情非常的好 然後 煞車踩的比較少 然後這車子因為這樣防滾龍整體的剛性也比較足 也比較不會推頭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就是 調的 設定調的很好 跑起來非常的順手 小喬昨天其實他有點非常的擔心 因為那個秒數的部分 然後我就有跟他說 今天他的線上限制應該會提高一點 因為就是像我們今天講的今天的氣氛 真的是比較緊張 現場的氣氛 那是誰幫你刮的沙呢 是我自己刮的沙 很背心 重點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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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這樣刮很厲害 其實好軟 我沒有刮背 我只有刮肩膀 我沒有刮背 我只有刮肩膀 因為本市商業有 有 我們有獨有證據 真的 2分6秒 猜一個就是 G35來講已經算是一個非常好的秒數了 好的 那我們就期待小小的成績唷 因為我們等待了最後一個車手 尤一豪來了 泰國車神大概鼓勵最近常看到一個關主 關音發的人 變得尤一豪 這個 尤一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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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這次的比賽 一整年沒洗過 這次送洗了 連結的衣服 我們的都是白的 只有他的是米黃的 可是想不到運氣還是不好 那個 車子昨天還是有點問題 不過現在都順利解決了 人家應該有不錯的成績 他換衣服換很快 馬上就換好了 我現在買回去換 哇 換好了耶 你換衣服怎麼那麼快 我拖人家衣服更快 那那個 我們尤一豪 上一次沒有出賽 這個 為什麼其實大家傳的這個 滿城風雲啊 那 我也變多說什麼 我只想問他一句 這一次阿三哥沒有在場上 你應該不會再發生一樣的笨事情了吧 不會不會不會 我不會再退賽 他說了他不會再退賽 那這一次車輛有什麼樣的一個改變呢 這一次變速箱做了很大的改變 應該對大鳳灣這個賽道有很大的幫助 有多大 差得會這麼大 那這次是看一樣的車嗎 有換了一個顏色 顏色 對 彩繪 聽說是換了一個彩繪啦 但是真的是不同的車 那這樣子我們就要這個 期待我們的那個泰國車神 一整年一定要拿下一次GP2A的冠軍 有沒有信心 有 沒有力耶 聽起來就沒信心 有沒有信心 有 弱掉了 他不會贏 我真的有信 他不會贏 他真的不會贏 他真的不會贏 糟了 他不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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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把